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这两天 文泽开有什么动静 他能有什么动静 除了恋爱 就是跟家人在一起 反正是没有心思工作 我当初真是看错人了 这种人啊 他不配跟我合作 是 那境外的买家联系好了吗 现在有一家超大型的国际酒店集团 我觉得非常合适 他们在全球有两百多家的大饭店 还有五百多家的超市和大型综合商场 如果董事长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安排一次电话会议 行 你帮我联系吧 好 好 伦先生 可以做吗 请 游戏就这么结束了 结束的 是我跟李荣豪之间的合作关系 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想法 我都要替饭店感谢你 其实没什么好谢的 我的离开不代表饭店不被收购 这是两回事 你这么做 我想沙利肯定会很高兴 至少他不用再为难 其实我们很久之前就已经见过了 就在我们威尼斯人的时候 也许这个就是缘分 或许我们以后 有机会成为好朋友 不可能 即使没有饭店这件事 我也无法祝福你和他 再次代表饭店 向你表示感谢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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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真的好美啊 如果每天都能加现在样 什么都不想 那应该有多好 很快就会的 可是饭店的事情还没有解决 如果有一天真的被李荣豪收购了 我都不知道该去哪 其实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你只要做好自己 开开心心的就行了 其他的事情交给我 你那么优秀 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喜欢你的 那到时候我该怎么办 你只需要 为我喜欢 劲太高了 我们回去吧 怎么了 我只是觉得饭店的事情还没有解决 我们就在这儿游山玩水好像不太合适 你什么都不要想 相信我 这份是我们向外面出售的会员合同 你看一下 我的一些朋友 我的一些朋友表示愿意支持咱们的工作 而且他们也在帮助壮大咱们的会员队伍 我想让他们再努力一下 卖个百八十张应该不是问题 好小芬 辛苦你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林总 会议快开始了 好我这就去 走 别走别说 我们抵押给福斯特集团的股权质押期已经到了 我们又没有足够的现金流赎回我们的这些股份 而且有人又想抢走我们的股份 饭店的股份 绝不能让李荣豪给抢走了 下个星期就是股权拍卖会了 所以我今天召开这个会议 想听听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我有一招绝对震撼 说吧 李荣豪不是想拍走那部分股权吗 好 我们参加竞盘 把股价抬到天价 逼他放弃 我们哪有钱买你的天价股吗 李荣豪不是放弃了吗 我们也不要 造成流拍 这样至少为我们争取到三个月的时间 什么馊主意 这样不行 虽然暂时可以让我们松一口气 但是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相反 会影响饭店的形象 带来负面影响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吧 我有个办法 说说看 刚才我已经跟林总说过了 一般的度假村都是主题性的 客户群体又太单一了 而我们拥有了 温泉村高尔夫球场 游艇会和休闲山庄 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 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整合起来 来成立一个超级VIP俱乐部 向外出售会员卡 而这个会员卡的售价 将会是普通会员卡的三到五倍 这个主意不错吧 王副总 而且我的一些朋友也表示 愿意来买咱们的会员卡 可是就算你卖掉几百张 钱也不够啊 小藩的这个想法是好的 可是目前看来 效益性还不行 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吗 能够 董事长 这件事 关系到饭店的生死 今天再给我一段时间 我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你真有把握能想的办法 那你 我这么说只是不想给大家太多的压力 这么大的压力 你打算自己一个人扛啊 那怎么 时间这么紧 根本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 筹到上亿的资金去跟李文豪拼的 那我们去找文泽凯 找文泽凯 他一定能有办法帮到我们的 不行 为什么不行 没有为什么不行就是不行 你是觉得这样先接受他的恩惠是吗 你一个大男人这种时候你还考虑什么面子啊 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啊 你们之间的事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他放弃收购饭店完全是 完全是因为个人感情 但这并无代表他就会来帮助我们 而且他这个人背景很复杂 我不想跟他有太多的瓜葛 可是我 童歇 这件事情你不用再操心了 我会想个办法的 何女士啊 我们都为您准备好了 请您跟我来呢 每周都要做头戏 真是烦死了 您慢点 病人现在的情况比我们想一下的严重的多了 如果再不做手术的话 会更加恶化的 好 大夫啊 那现在就没有合适的事也了吗 何女士 我们走吧 我们正在找呢 但是这个盖里实在是太低了 就算是找到了合适的生源 做了一致手术 这个手术的成功率也只有百分之五十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嘛 好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保守疗法 我现在也不好说 只要看病人的个例移植 和病情的发展情况 不过你放心 我们医院肯定是会尽力的 好 冯光啊 最近 是不是觉得压力很大呀 有点 我们饭店 现在所遇到的困难 本来应该是由老木来面对的 可是现在却要由你来承担 当年你走了以后啊 老陆经常跟我说 让你离开是刑事所获 你应该理解他的苦衷 其实 老陆他一直都在等你回来 可是没有想到 这一等啊 就等了三年 老陆在去世之前 对这件事情 还是很愧疚的 董事长 我知道 陆董当年让我离开饭店 也是迫不得已 我能理解 但是现在既然我回来了 不管有多大的困难 我都理所当然应该去面对 那就难为你了 喂 童馨啊 我明天有急事要去趟我们 不用了 我后天就回来 就这样吧 嗯 送你一份礼物 什么礼物 你看了就知道咯 我无意间发现的 宝贝慢慢享用哦 对呀 我们的第二天 我还是没有找到工作 四处碰壁 许多人都质疑我 为什么从饭店处理 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也不想解释 每天在街头游荡 阳光那么灿烂 可是总照不到我心里那片阴影 喂 你好 有电视吗 我们肯定会及时给您解决的 来 给您请问您看房间是 好的好的 明白了 我们马上会给您解决问题的 再见 林经理 刚才有个客人投诉说 房间里有烟味 它是西岸房吗 不是 可能是通风设备的问题 报销了吗 报了 还是帮他换一间吧 可是大床房都已经没有了 那就帮他升为海警方 好的 喂 好 我马上通知人过去 好 再见 谢谢 玛丽亚 明天下午两点 再会议厅 来澳门的第四百零八天 生活慢慢上了正乎 我试着让自己遗忘 试着融入这里的生活 解交新的朋友 澳门的天气很舒服 每一到下午 我都会躺在饭店的草坪上 傍着天空 人一下子变得很贪婪 贪恋这里的美好 一切好像很平静 只是偶尔的时候 我会感到 心里那个伤疤依然存在 谢谢 大小姐 你要去澳门玩啊 嗯 我想去留学 去澳门留学 嗯 我想去学酒店管理 为什么是澳门啊 哦 想去追寻你 某人曾经生活的足迹 与某人的心灵更加靠近 酒店的股权马上就要进拍了 一边是我爸爸 一边是崇光哥 我不希望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 适应或者是输 所以呢 我想 出去学点东西 正好也考虑考虑 我以后该干什么 那你决定了 嗯 哎 以后啊 都没有人来找我聊天了 我可以陪你视频啊 好吧 让我勉强答应你 但是你千万不能忘了我 放心吧 来 帮我看看 到底选哪个呀 这个吧 我觉得这个靠谱 这个 这个 感觉小了点吧 你说饭店真的没问题吗 听乔经理说呀 这次股权到期了 真的要拍卖了 收定啊 我们饭店保不住了 真的要被卖掉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不知道 我说 真的有不得了 刘经理 我说你们两个 不好好干活在这儿胡乱讲什么的 告诉你们啊 饭店不可能被卖掉了 知道了 知道了 行了 好好干活吧 他说饭店不会被卖掉 但愿如此 我们这样做 好 您好 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 我找AI公司的道格拉斯先生 我是文泽凯 好的 请稍等 我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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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格拉斯先生 楼下有余为文先生找您 嗯 好的 好 再见 文先生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文先生 道格拉斯先生请您上去 谢谢 不客气 老同学 您就想想办法吧 我知道我知道 我们确实带过 这不碰到剪辑情况了吗 你肯定有办法的老同学 帮帮忙 想想办法 办 喂 喂 怎么那么现实 王总 有办法 什么办法 以军入门 什么意思 我们呢 先把李荣豪给约出来 讨他的话 找到他商业欺诈的证据 以此为把柄 让他放弃警员 开什么玩笑 李荣豪会出来见我们吗 您 他固然不见 要是他女儿呢 李嘉宣 我都安排好了 有一套 这男人呀 真没一个好东西 你说什么呢 贾萱啊 可你小心点吧 这刘经理呀 可是结了婚的人 你说什么呢 他刚才呀 非说自己手机没电了 非要用你手机打电话 不看呀 费民是想追你 这招啊 躲锁啊 走了啊 自己小心点啊 别理他 没错 好 厄所 大阳 大阳 好 值得 你们 这 这 还是 我们 不 完了完了 我忘带微米了 汪总 你手在抖吗 董事长 佳萱没过来 来的倒是饭店的人 佳萱有事啊 刚才刘经理 用我的手机给我爸打了一个电话 我觉得很奇怪 他给你爸打电话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觉得肯定和下周的竞拍有关 我担心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小帆 崇广哥 看见刘经理了吗 刘经理和汪总出去了 好 我知道了 他跟汪总一起出去了 他们两个肯定是去见我爸了 你快点给汪经理打个电话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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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先 那怎么办呀 跟我来 電动 您好 这么Chat 是佳萱表现不好 您跑来告状了 不不不 您看您说的 李佳萱小姐 在我们饭店工作是我们的荣幸 李董 今天我找您呢 想跟您聊聊 您收购饭店之后 我职务的问题 您怎么想跟我聊呢 您怎么突然一下见忘了呢 您之前不是让文泽凯找我 一起收购饭店呢 想起来了 是有做没回事 我知道您是不会亏待 帮过您的理财 您是听谁说的呀 我们饭店的钱财务语鉴 你说的是小王八 他只是在预算上动了小小的手架 您就给了他两百万 您出手真够大乎呢 是啊 这有的人青鱼红毛 有的人种入泰山 就看你值不值这个价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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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李董 您再考虑考虑吧 我那有点事情先走 就不打扰您打球了 来 来 这九龙虎怎么会有这种笨蛋 这九龙虎怎么会有这种笨蛋 您好 里边请 你们俩干什么去了 你们俩干什么去了 办正经事啊 你们两个是不是去找我爸了 没错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想知道吗 有的人种入泰山 就看你值不值这个价 谁让你们去找李荣豪呢 这是证据 我们可以告李荣豪商业齐账 这样 他就不敢给我们争股权了 录音证据只能作为参考 到了法庭上 起不了关键作用 为什么起不了作用啊 录音证据很容易伪造 你以为李荣豪那么傻 林总 这个事了 你们这么冒失地去找李荣豪 不但解决不了问题 只能使事情更糟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饭店好 不像你什么都不干 光顾着泡楼 咖啡 嗯 小姐 您可回来了 我去给你盛碗燕窝 谢谢 我的大小姐 你还知道回家呀 爸 你今天是不是见过饭店的人了 李荣豪 这一回家 就要问消息啊 这帮白痴想用录音套我的话 你怎么知道他们录音啊 他们冒充你来约我 我就猜到 这么低级的手段 也就他们想不出来 爸 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饭店 为了饭店 我今天总算明白了 这么多年来 九龙湖为什么死气沉沉 全是因为这帮废物 小雪 我劝你趁早离开这个地方 免得你自己受到影响 好 我想出去走走 小姐燕窝 别叫了 让她去吧 反正她迟早会回来的 人呢 我刚才去拿检查报告 谁追回来看人就不见了 她去哪儿啊 这个我不知道 不过她儿子已经出去找了 你不接电话 不去哪儿呢 董事长 原来您在这儿啊 您怎么不等我去接您就出来了 如果人死了 她还能看到这一切吗 您别这么悲观呢 老陆现在一片在天上看着我们了 她要是知道我们的饭店 马上就要被别人夺走了 一定会很遗憾 董事长 您别这么想 一定会有办法的 宠光 我知道你也是没有办法的 就算 就算我们战士失去共同权 以后我们也会找机会 再把她拿回来 我希望我能看到这一天 一定会的 董事长 您这跑出来大家都很担心 尤其是小帆 她找您找的都快急死了 您还是先回医院去吧 好 我们已经找到合适的肾源了 随时都可以做医治手术 是吗 太好了 我妈有救了 可是 病人就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走出医院的 什么我们 通常病人在做重大手术之前 情绪都会有一些波动 这很正常 你们要和病人多多地沟通 正确早日把这台手术做了 不要耽误了病情 知道了大夫 谢谢你啊 妈 明明已经找到了匹配的事 你为什么不做手术呢 现在大家的心思都在拍卖会上 我这个时候做手术 不是给大家添乱吗 董事长 这怎么能是添乱呢 对啊 您一天不做手术 我们大家就一天不会放心的 行了 你们就不要劝我了 我已经决定了 妈 好了 我的病我知道 不会有问题的 小帆啊 明天你早班 你先回去吧 没事 我在这儿陪你一会儿吧 有他们两个在这儿呢 你先回去吧 那我先走了 您注意休息 明天我再来看你 好的 去吧 冲冠哥 有什么事你就给我打电话 好 辛苦你了 快回去吧 小心姐 那我先走了啊 好 好了 你们两个坐下来 我有话跟你们说 我们饭店有三个让我不放心 一个是小帆 还有两个 就是你们 我们 你们两个多多转转的 也该转回来了吧 你们两个相互都有感觉 如果真的散了 那不是很可惜吗 我希望能看到你们有好的结果 答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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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次收购的事 是不是十拿九稳哪 应该是吧 什么叫应该是啊 我李某做事 要么不做 要做就是十拿九稳 是啊 十拿九稳并不难 可是要做到十拿九稳的话 我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这个您应该很清楚 我李荣豪做事一向是赏发分明 这样吧 文泽凯名下的那部分股份 我会全部转到你的名下 我不但要文泽凯那百分之十八的股份 而且 我们还要追加百分之二的 你的胃口倒是不小啊 不过放心 我喜欢 只要你能做得到 百分之二十没问题 谢谢董事长 放心吧 我李荣豪是不会亏待人的 尤其是能干的人 好的 刘董事长那百分之八的股份 购户手续已经办完了 很好 您打算怎么办呢 是找个买家卖出去 先不请 我前一阵子在境外找了一家风投公司 他们嫌百分之八太少了 所以呢我们只能在下周的拍卖会议上 把那百分之四十的股份拍下来 他们才愿意一起买 董事长提的那家境外风投公司 自我调查过 他们在业内的信息非常不好 这是一些有关他们的报告 他们在商业操作上的信用一向非常差 根据我多年收购酒店的经验来看 我担心他们到时候会不会 以百分之四十八的股份过多作为借口 而压低收购价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董事长 您的处境就非常被动 你说得有道理 我觉得 还是应该考虑一些其他的办法 那你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觉得 从降低风险的角度来看 是不是可以考虑 先把这百分之八卖掉 我现在倒是有一个现成的买家 价钱给得也不错 比市场评估价高出五个百分点 好 当然了 确定是卖还是留 还是听您的意思 行 就照您说的办 既然有这么好的买家 干吗不买呢 能赚一点就是一点嘛 行 那我就去办这个事 您先忙 董事长 我一直有一个个人问题想问您 当初您花了这么大的价钱 请我们过来收购这家饭店 现在实际已经成熟了 为什么要卖掉呢 想听实话吗 当然了 我对经营饭店一点相聚都没有 我只是想给他们一点教训 现在这个九龙湖对我来说只是鸡肋 不如把它卖掉 我能做自己的事 明白了 行 我一定尽快帮您把这件事情办好 您忙 博物馆就在外滩的边上 酒店有搬车过去 可以再打个车 估计一个请不费就到了 好 谢谢 不客气 我回来了 这么快啊 对啊 给你带了一些澳门最出名的 醉香园杏仁饼 我最喜欢这个了 不在这说啊 哎 你就这么走了 干嘛 我也想要 谢谢啊 特地给我买单 替我点一会儿 谁家我都说不知道 啊 没收到 小音呢 看见童心了吗 她去天台了 别再吃了 你这么着急从澳门赶回来为什么啊 其实我这次去澳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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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先告诉我什么 没什么 准备 准备 董事长 杰克来了 今天来晚了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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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你了 在上面养酒 董事长 今天情绪这么高 有什么开心事吗 还是你了解我 来 为了咱们俩这份默契 干一干 董事长 这个是明天拍卖会的一些资料 我给你准备好了 有些细节问题 没想到跟你讨论一下 不用了 明天的拍卖会 你就做我的代理人 全权委托给你 这个 不太合适吧 为什么 虽然说我们做了一些周密的安排 可是 毕竟是一个很大的效果 万一要是失败的话 失败 我告诉你啊 我李荣豪想要得到的东西 还从来没有试过什么 就凭何亚军临重工那帮没实力的家伙 再怎么折腾 也挽回不了现在这个局面 行 既然董事长这么有信心 不会让您失望的 提前预祝您成功 嗯 这个啊 这次成功以后 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你啊 就跟着我好好干吧 多谢董事长 哎呀 还是比文子还聪明啊 一个看不清形势的人 他只能是死路一条 到时候他就是跪着求我 也来不及了 喝酒啊 好 来 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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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不记得 我们第一次在教堂 我都没有听完 你的小秘密的学长了 其实上一次 我一直在默默祈祷 我希望那一刻可以挺住 让你在我身边 多靠一会儿 多睡一会儿 哪怕什么都不说 我这样就满足了 如果日子能够回到 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就好了 什么都不用想 不像现在 要做那么多艰难的选择 我一直都觉得幸福离我好近 可就是抓不住 这种感觉真的不好 那为什么 我们不可以简简单单地去爱你 就像以前一样 这世界只剩下你和我 可我不能只想和我自己 我不能为了我自己的幸福 看着那么多人承受痛苦 我不能那么自私 你是在担心凌重光是吗 凌重光在你心目中永远是第一位 我是会担心凌重光 我也担心饭店的每一个人 因为饭店就是我的一切 无论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只要能够保护我的家 保护我的家人 那你有没有想过 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保护 放弃 你不觉得这两个字太残忍了吗 你为什么就不能帮我们呢 就算我求你你都不能吗 虽然我现在不跟李荣豪在一起 但不代表我会跟凌重光站在一边呢 我是我 我只会做 一些我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 难道拯救饭店是没有价值的事情吗 那什么对你来说才是有价值的呢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完全不是我认识的文泽凯 那只能说 你没有好好了解我 好了 我累了 我先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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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浅在这里 我再帮你 我先休息一下 开始吧 我再带你 你来什么时候